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明朝少女拦截 善于建言 促使家中长辈化解矛盾 乃孝亲友方的典范 过几天就是中原放灯了 我要作展最漂亮的荷花灯 这糯米糕怎么做成这样 真是的 娘 您不是最喜欢吃这样的糯米糕吗 媳妇还是按照灌肠的做法 怎么今天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 好像我有一挑剔你似的 以前一直都好好的 可最近你干活是越来越不像回事了 那娘您说说 这糯米糕倒是哪里不合您胃口了 你好好看看 连我的牙都沾下来了 你说你这糯可怎么吃 我一向牙口都好 什么时候掉过牙呀 太婆婆您别急 兰姐给您再做一个去 算了算了 不想吃这个了 还是做糯米粥吧 对 粥更软滑 您等着 婆婆 我帮您 你太婆婆最近也不知是怎么了 我干什么她都看不顺眼 婆婆 您别急 以后您为太婆婆做什么 我都过来帮您 你太硬了 我再去给您熬一下 又太软了 软得都烂了 我能吃得饱吗 那兰姐帮您再去重新熬吧 不吃了 气都气饱了 你们都走吧 你说说 她这不是刁难人吗 一会儿软了 一会儿硬了 一会儿黏了的 该吃饭是不吃饭 等一家子都吃完了 她又要吃 害我一天 要做五顿饭 娘都七十多了 从古到今 能有几个人活过七十的 顺着点她吧 我怎么没顺着她 她就是看我太顺着她了 好欺负 毛病是越添越多 早晨天不亮就起 搞出动静 每次都吵得我睡不好 她岁数大了嘛 叫当然少了 你呀 你总是这几句话 你就知道向着你娘 你不也总是来回来去 唠叨这些事 我看你呀 也是越来越啰嗦了 别说了啊 抓紧休息吧 最近太婆婆和婆婆总是闹矛盾 这可怎么办呢 早晨的空气就是新鲜 这又是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一下起梦了 闪了腰了 还是我出去看看吧 我也跟你一块去吧 回头你娘又调我理 太婆婆 您怎么了 真是老了 不中用了 想着出去活动活动 买个门槛还跌了个跟头 娘 快 和兰姐扶我起来 你这是干什么呢 想摔着我呀 不 不是的娘 我是不小心 什么不小心呢 娘啊 咱先不说这个了 我来扶你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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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很疼吗 都是那老太太害人不浅 本来就闪着了 再加上一扶她 要不也不至于这么疼 您别急 我一定能给您揉好的 伺候她还不落好 你说我这是图什么呀 太婆婆是不知情 误会您了 待会儿 我就向太婆婆去说明 她心眼越来越多 胆越来越大了 敢摔我了 娘 您消消气 喝口水 我哪儿还有心思喝水 她是巴不得我早点 娘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您一定能长命百岁 长命百岁 就算能活那么长 这下也活不了了 儿这就去给您请个大夫看看 还是别了 请不起 回头她该说我是止胡的 风一吹就坏了 娘啊 太婆婆 您误会婆婆了 什么 婆婆是早上闪了腰 所以扶您的时候才 对了 是这么回事 看我都忙糊涂了 忘跟您解释了 所以太婆婆您就不用担心 是婆婆跟您赌气了 刚才啊 我帮她揉腰 婆婆还急着要来看您呢 真的 太婆婆 我去给您请大夫吧 太婆婆是不知道婆婆 我闪了腰 她们之间的误会太多了 我一定得想办法 让她们都开心起来才好 蓝姐啊 你揉得越来越好了 不知道婆婆这两天感觉好些没 好 好 只要是以前扭了下腰 不管她 一天就没事了 现在可不行了 婆婆这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一晃 你都十二岁了 婆婆可不都不年轻了 是啊 连我都长大了 婆婆也长了岁数 太婆婆就更加老了 唉 也是啊 婆婆 你有没有觉得 最近太婆婆身体 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也是 又掉牙 又摔跟头的 没以前硬老了 晚辈猜想 是不是太婆婆更加变老了 所以身体和生活习惯 才忽然改变的 也许是吧 婆婆活这么大 还真少见 活这么大岁数的老人 婆婆 你也没多少经验 嗯 看来咱们以后 还要多留心太婆婆的变化 照顾她时 要更加细心才好 也是 她这么大岁数了 也不容易 得理解她才好 嗯 你理解太婆婆 太婆婆也要理解您 互相理解才是最好的 对 互相理解 婆婆 我长大了 以后给太婆婆熬粥 就由我来吧 您多谢谢 怎么 现在就开始理解了 身为晚辈的 当然应该先理解长辈嘛 好 不过 你行吗 您教我 我会学得很好的 太婆婆 糯米粥来了 嗯 今天这周闻着香 不会是蓝姐熬的吧 哪儿啊 晚辈才第一次熬 哪里会熬得这么好啊 都是婆婆在一旁 手把手地教我呢 你婆婆 嗯 婆婆那天 其实是因为闪了腰 才一时没服动您 这两天腰疼 还要硬挺着给您熬粥呢 我给懒过来了 你婆婆这人嘴笨 不会说话 但是心眼不坏 所以我待她可不像别的婆婆似的 对她就像亲闺女 就是最近也不知怎么了 做的事总是不合我意 惹我生气 太婆婆的身体棒 才这么长寿 而婆婆也不再年轻了 而且晚辈觉得她的身子骨还没您硬朗呢 太婆婆明白 你这是在劝我别再和你婆婆计较 对不对 晚辈不敢 来 陪我找个东西 太婆婆 您到底要找什么呀 还好还没坏 绣球 没见过这么老的绣球吧 这可是我小时候玩的 您小时候 那要多少年了 我小时候可是踢绣球的高手 林家的小姑娘都比不过我 真的吗 那您能教我吗 我学好了 踢给您看 蓝姐踢的和我小时候一样漂亮 婆婆 太婆婆就是直了点 其实她可疼您了 婆婆 太婆婆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疼您 您好幸福啊 哦 放核花灯去喽 蓝姐 你去做什么 今天是中元节 我去放胡灯给太婆婆祈福 给谁 太婆婆啊 太婆婆最近身体不太好 我想给她祈福 傻丫头 哦 中元放灯指的是 给老人放灯 太婆婆就是老人呢 老人指的是过世的新人 啊 如今太婆婆活得又长寿又硬朗 哪用得着放灯啊 等太婆婆过世 咱们再给她放灯 那才叫孝顺 哦 说什么呢 你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媳妇只是说给您放着灯是不吉利的 不是这一句是下一句 娘 我真没说什么 我 你这是拐着弯盼我早点死啊 娘 我真没这个意思 太婆婆 都是我不好 我不懂规矩乱放灯 您要怪就怪我吧 蓝姐儿 这没你事 你先下去 不 太婆婆 这样我会内疚的 您不也说婆婆只是脾气直 可心眼不坏吗 婆婆不会对您有那样的想法的 你别在这儿多嘴多舌的了 都是你惹出的事 本来好好的 多此一举 你去给我罚柜去 不到天亮 不许起来 孩子小不懂事 你不检讨你自己 拿孩子撒什么气啊 本来就是他惹出来的 该罚就要罚 还不快去 是 对不起太婆婆 婆婆 蓝姐儿 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老的小的你都不放在眼里 简直是打逆不道 娘 您这话就说过了吧 我辛辛苦苦伺候您大半辈子 到最后 我成了乱臣贼子了 哎哟 这是怎么了 我刚出去这么会儿功夫 怎么就闹得天翻地覆的 你少说两句吧 看把娘气得 我还肚子委屈呢 我看你真是分不清好赖 叶老爷糊涂了 你说什么 你说我什么 老糊涂 叶老爷不找人待见 住嘴 娘 太婆婆婆婆婆都是我不好 我又让你们不开心了 蓝姐 公公已经劝过你婆婆了 她只是一时生气 快起来吧 谢谢公公 可是 我觉得婆婆罚我是对的 即便婆婆不罚我 我也该给自己罚跪 为自己做的错事承担责任 你这孩子 娘怎么样了 已经睡安稳了 明一早啊 过去赔个不是 赶紧休息吧 我哪睡得着啊 这姚又犯病了 你说这事怎么最后变成这样子了 要我说呀 就是你说话不过脑子 尽数些多余的 本来把放灯解释清楚 就完了 你非要再说那最后一句 干什么呢 让老人听见了多忌讳啊 我不是贱兰姐 做这么不着调的事 一时着急吗 一急嘴就不听使唤了 我早说你说话啰嗦 你不信 看这回祸从口出了吧 母妃真是变老了 不仅身自国越来越走下坡路 嘴也越来越叙的了 今夜的月亮好圆呢 对了 不能放灯祈福 对月总能祈福吧 天上的圆月 和尊敬的月神 请你保佑我的太婆婆 你说这倔强的孩子 不会真的一直跪到天亮吧 不是你给他盼的吗 又心疼了 我去瞅瞅他 也请保佑我的婆婆 健康长寿 希望她的腰能早点好 孩子 起来吧 婆婆 婆婆半夜都没睡 是不是腰疼啊 好多了 好多了 腿疼不疼啊 嗯 嗯 孩子 你这又是何苦啊 婆婆拦截第一次跪 是为婆婆的惩罚 第二跪是对自己过失的自罚 这第三跪是为太婆婆和您伤心生病 可是我又没办法代替太婆婆和您的病痛 我好难过 所以只能对月其酒 希望太婆婆婆都能健康开心 好孩子 婆婆知道 有话咱们起来说吧 你这样婆婆也会心疼的呀 婆婆疼晚辈 所以晚辈也见不得婆婆有一点伤心难过 您和太婆婆都是晚辈敬爱的长者和榜样 假如有天婆婆年老 也被人说厌恶的话 婆婆该有多伤心 晚辈也会伤心到极点的 人人都会变成老人 晚辈对婆婆的恩情无以为报 只有期盼婆婆能像太婆婆一样 长命百岁才好啊 好孩子 婆婆明白你的一番心意 也明白你话里的意思 常言道 良药苦口 你虽是晚辈 但婆婆也不是糊涂人 不会辜负你的一片 怯亲孝心的 谢谢婆婆 晚辈自不量力了 其实婆婆也非常怀念 曾经和太婆婆亲如母女般的日子 也希望全家都和睦快乐 只是最近 婆婆您现在和太婆婆也是亲如母女呀 只不过最近您二老都各自有了些变化 大家一时没适应过来对方 您上次不是说过 互相理解就好了吗 对 互相理解 互相理解 任何家人间的矛盾 只这四个字就能迎刃而解 兰姐这孩子真是难得呀 快把她叫来 我得好好夸夸她 嗯 娘 太婆婆 娘 太婆婆 娘 您好点了吗 昨天都是我不对 你这孩子 以后不许再惹我生气了 听见了没有 是 娘 我说话有时不走心 脾气又直 你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你也上了岁数了 稳重些 也给兰姐这些晚辈做个榜样 是 娘 您说的对 我今后一定多加注意 其实啊 我身上也有毛病 最近总觉得哪哪都不对劲 看哪都不顺眼 我也反思 看来是更老了 这身体脾气习惯 和以前又不一样了 委屈你了 也请你多担待些 您这说的哪里话 晚辈照顾您那是应该的 况且人生七十古来兮 您能如此长寿 说明是上天赐给您的福气 我们更应该把您照顾好 还要让您长命百岁 祝月娘 祝太婆婆永远健康 祝月全家都何不幸福 这是个十二岁的少女 之所以善贱 不是因为她有难得的口才 而是有一颗理解与体恤长辈的心 我们如能学习拦截之践心 天下的家庭都将不再有难解的矛盾 祝太婆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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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沪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身着身福 调福至心 成就佛心 佛在《涅槃经》中说 居家破载 犹如老狱 一切烦恼 因之而生 在现代人的生活中 取得一个宁静修行的机会 桃圆佛教联社2022第六届短期出家 日期111年6月6日星期一至6月12日星期日 离请上明下矮大和尚为德界和尚 上亿下阴大和尚为杰摩和尚 上悟下禅大和尚为教授和尚 报名资格 据郑进郑县之三宝弟子 愿意发心学习生团生活 身心健全者 报名须知 提供 实术 讲义 生福 传借地点 桃圆佛教联社 报名资料经审核后 统一即发报道通知单 请勿重复报名 报名方式 请以郑凯书写报名表后 寄送或传真至桃圆佛教联社报名 报名表内 请确实书写联络电话 联络时间 避免无法联络 延误报名作业 邮件报名 email tybl.tybl.tybl.gmail.com 报名表请至 保称宏法电视台 桃圆佛教联社 台北农营寺网站下载 电话 03-339-7021-3 传真 03-339-7020 地址 桃圆市 桃圆区 朝阳街12号 大智度论云 孔雀虽有色源深 不如红念能远飞 白衣虽有富贵力 不如出家功德胜 欢迎踊跃报名参加 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 以广宏三学 产阳大乘佛法为中心 梁界法为三学之根 僧俗二众入道之机 戒学弘扬为世子重任 未能广宏师罗 欲职生种 传授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 正法九祝 世界和平 国运昌隆 大乘佛法 由步步取悦 桃园佛教联社 举办传授三坛大戒会 离请德戒和尚 上元夏宗长老 结摩和尚 上本夏敬长老 教授和尚 上明夏矮大法师 遵佛律制 比丘尼以二部僧中受戒 比丘尼戒谈三师 恭请上红夏安长老尼 为德戒和尚尼 恭请上明夏伟长老尼 为结摩和尚尼 恭请上户夏人长老尼 为教授和尚尼 传戒日期 国历111年10月27日 至11月30日 共35天 在家菩萨戒 国历12月1日 至12月7日 共7天 授戒资格 聚祖戒 年满20岁以上 正性出家 六根五缺 品性端正者 在家菩萨戒 无不良嗜好 身心健康 具正性正见之 在家信徒 皆可报名参加 授戒费用 戒费全免 并结缘三一 波聚 在家戒 结缘慢一 报名日期 聚祖戒 即日起至国历 十月十一日止 在家菩萨戒 即日起至国历 十一月十七日止 戒会期间 需要十方法师 善性大德的 护持与协助 请洽询办公室 桃园佛教联社 地址 330 桃园市桃园区 朝阳街 12号 电话 03-339-7021 03-339-7021 传真 03-339-7020 03-339-7020 报名网址如下 电子信箱如下 欢迎随喜护持 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 邮政华波 1982-8097 1982-8097 护名财团法人 桃园佛教联社 银行汇款 安泰银行 桃园分行 账号 005-226-066-665-01 功德无量 阿弥陀佛 2日子信箱除曜下 2日子信箱禁 2010-673-116-666-ków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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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